我们看到油价涨 那么现在电价要跟涨 物价也是蠢蠢欲动 让大家的生活 真的是来到苦哈哈的一个状况了 不过呢 在之前郭台铭董事长也说了 该涨就要涨 该反应成本就要反应成本 所以呢 他决定要帮员工加薪 那么开出第一枪之后呢 抛砖引玉 确实也得到一些共鸣 不过我们就来看看 现在企业界有不少大老板们 陆续的跳出来 要帮员工加薪了 那么以科技业来说 我们就看到 台大电员工年薪增加15% 已经是实施两年了 那么今年五六月调薪 员工年薪应该会超过16个月 倒是外传台素也要加薪3% 那么总裁王文渊说 现在谈可能还太早了 现在包括我的小孩 他们都很怕毕业 那个毕业之后 就是他们的这个问题的开始 所以我的二女儿呢 又回去再念书了 连女儿都重拾书本了 年轻人的生活有多难过 台大电执行长海英俊最清楚 所以要帮员工加薪 也让台大电员工最高年薪 渴望超过16个月 按照往年惯例 台大电应该五六月就会调薪 其实不少科技大佬都知道员工 饱受涨价压力 先后响应这波加薪潮 林店可能五月调薪 郑威也宣布 今年将全面上调薪资 和硕跟华硕则预计七月更进 而向来强调员工福利的台积电 外界预期调薪幅度 应该不会低于4% 不只科技业 两大石化集团台素跟台具 外传七月将会调薪3% 但台素集团总裁王文渊 考虑到今年景气 还不愿意证实加薪幅度 还没有立案出来 我们差不多七月左右才会调薪 真的太早了吧 大老板们苦民所苦 在万物接掌之际送出大红包 就盼望能提振士气 好让员工卖力工作 帮公司多赚一点 东森财经新闻 李平杨秀国台北报道